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折扣48元 在这张雪地地图中 玩家将降落在积雪覆盖的群山之中 通过索道缆车滑雪版等物品解开谜题到达终点 赶紧和好友一起来趟雪中冒险吧 此前我们关注很久的古墓丽影暗影终极版终于推出了 目前古墓丽影暗影商店只有免费试玩版和终极版两个版本 终极版售价330元 该版本包含古墓丽影暗影游戏本体和全部7个DLC古墓挑战 以及所有可下载5G装束技能是本作的完全版本 暗影是古墓丽影系列重启后的第三部作品 在本作中 玩家将跟随着劳拉前往南美洲茂密丛林中隐秘作战探索古墓 截止这2019年2月底本作已经售出超过410万分 文字冒险游戏宅男的人间冒险 没头会新史迪21人 游戏讲述了我占用户的普遍处境 一个自己自足单身多年的宅男渴望得到恋爱 从而不小心踏上了奇幻的旅程 最终获得女孩子芳心的故事 游戏的核心玩法是传统的点击式解谜 玩家需要在场景内用鼠标点击和托放的方式与环境互动 因此推进剧情发展 整个游戏有三条主线 分别代表着三位女孩子 玩家的选择还会产生不同的结局 横版恐怖解密冒险游戏《抵押2》 特价促销新史第17元 本作和抵押1一样 同样是由一位芬兰独立游戏人制作 在前作中 主角因为出卖了人性 磕害了老奶奶 最终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 最终走向死亡的结局 而在抵押2中 玩家将操作主角完成自我救赎 而续作的整个故事流程 也就是主角在自杀前的心理活动 游戏整体流程 大概两三个小时左右 解密的难度比前都要简单许多 非常推荐大家购入 一代和二代一起玩一下 尤其是深夜独自游玩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为我会从你的屏幕里爬出去 来了来了 动物园之星来了 模拟建造游戏 动物园之星昨天上架商店 售价180元 目前商店页面好评率85% 比去年发布的 《猪龙梯世界》 金融化 首发评价要好得多 玩家主要夸赞的点在于 精致的游戏建模 以及模拟运营动物园的 游戏性上 缺的呢就是 服务器不是很好 联系功能 体验交叉 整个操作界面 和过山车之星一样 有玩过过山车之星 可以很快上手 游戏中 玩家将运营一家动物园 事无巨细的管理动物园中的 每一处设施和每只动物 最终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动物园 另外本作还有中文配音哟 那么今天的每日情报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CCG 售卖76折Steam冲置卡 和高折扣ZDK的淘宝店 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